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人 在 被叫 是 王朝马瀚 在 先行退下 是 你可知升堂之后 是何结果 知道 在包大人扎刀之下 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 如今 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有悔意 包大人 要柴玉 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 柴玉无话可说 可是 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你道才金矿 毅然犯罪 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 却更有为上天 好生之德 人命观天 怎可说毫无回忆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敢问包大人 前朝的皇帝 又何曾上体天心 而珍惜生命啊 你 周灭宋兴 开国一战 不知死伤多少 包大人 你现在 又如何来平叛于我 朝代更替 毕生战国 随有死伤 却情非得已 你却为了贪图不乏之财 而害人性命 两者之间 又岂可同日而鱼 包大人 你错了 白府何错之有 包大人 你又怎么知道 我开采金矿 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你此话怎讲 财富应有尽有 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 开采金矿 乃筹备军费 振兴大洲 柴玉 你是谋反贪国 这国本来就是大洲之国 天下乃柴家天下 赵公你能把他夺去 柴玉今天 为什么不能把他夺回 大白 你才敢知乎太祖皇帝的兵会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 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 柴玉今天直呼其名 又有何不妥 想必 现在连包大人你 也无话可说 无此可辩了吧 不 乍听之下 你似乎言之犹豫 实则 却全都是狡辩之词 好 如果包大人 你能说服柴玉 柴玉情愿伏法 绝无怨言 好 本府就说与你听 宗官历代时机 但凡改朝换代 无疑不是顺天意 而应人行 开国之君 既是不仁见百姓受苦 黎明遭殃 才挺身而出 取而代之 若是逆天备人 又岂能一同天下 若以包大人所言 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 不错 前朝世宗皇帝 秦正爱 却不幸英年早逝 令族当时年方起床 刘汉与辽国和兵来反 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 天下顿时轮入 义宜族之手 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 即使如此 他就无权夺挫我柴家的天下 所谓柴家天下 原本却是郭威所见 前朝大宗 郭家后人 却从未向柴家逃回天下 倘若历朝历代 这已自家天下自居 则秦汉随唐 是否既要其后人夺回天下 岂不终日征战永无休职 先圣先席 无不推崇 移民为本 改朝换代 皆是因大势所去 当今圣上 仁德敦后 秦正爱与 你却妄图夹殿复活之名 戕害生灵 差遇 你不但大错特错 而且咸姜柴家 鉴于不忠不义 万劫不复之地 又怎敢在奔赴面前 萧萧争辩 大言不惨 如今 你可还有话说 包大人 言术精辟 言之有理 柴月 情愿浮发 既然如此 来人哪 大人 春令升堂 是 可买 勇完 ? 优优 愿 说 不 绝责 心 绝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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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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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路 你勾结张冲 盗财金矿 因而造成 多少无辜之人丧命 多少平民百姓遭殃 如今 罪证确凿 你还不 扶仇人罪 包大人 私财金矿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 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 请包大人明察 哼 那柴玉 愿以亲口公认 是他主谋 你休想为他脱罪 包大人 唐夏天盘 拆路 你倒财金矿 苍逆桑 何谋杀人 罪不可扯 本夫奉旨 待天寻寿 以大宋律令 盼您扎刀之刑 来一人哪 是 狗特大伺候 是 不可承讀 一点 你 童 慕容姑娘 我在等你说明 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 又怎么会 是个无知蟒汉 你素急缠身多年 访变了名医 仍无法根治 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 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 怕受打击 你这不是胆小怯懦 是什么 医荡医理博大精深 浩瀚如海 多少医者前辈 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 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 做过几次诊疗 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 再不做任何的治疗 你这不是无知蟒汉吗 无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 也希望慕容姑娘 你不计前前 为我诊治 是哪里他说这个 你不许 Leaf 因为你不许带有这个 什么样的こと 你不许带有此事 поним你他想必须 你不许带有什么事 你不许带有此事 当然自许带有数 差遇 包大人 你虽无爵位 又无功名 但毕竟是王室之后 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 多谢包大人 方才你已坦诚罪状 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 不必了 柴玉触犯国法 理应受到惩罚 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 唐下听判 柴玉 你身为世袭郑王之后 本为备位王爷 就该上提皇恩 安分守己 你却教唆服中中管才入 勾结张冲 倒财惊化 因而导致黎明白信 家破人亡 依罚论罪 欺罪当住 兰分以戴天寻寿之权 以大宋律力 叛逆扎道之行 来人哪 在 龙头上刺口 是 是 是